如时齐妍正在提分手 而我哭到激进晕厥 反应了两秒 我止住哭泣 嘎嘎笑出了声 齐妍是扫把心转世 人主倾家荡产 为他改命 落个恶毒女配称号 此时一切未完 这颇天的富贵终于到我了 他正没看向我 你笑什么 我脸上的笑意藏都藏不住 索性不装了 我挑了挑眉 声音轻快响亮 庆祝灰子单身 他脸上明显闪过一丝错愕 齐妍 我同意了 什么 分手 他却不情不愿 像被人逼迫一般 人书中 齐妍无数次提分手 每提一次 人主对他的感情 都会更浓烈一些 而后又是各种资源 砸在他身上 企图以此换取他的回心转意 齐妍知道许心 是他不卑不亢这一套 所以惯常使用这招 对女主进行扑 他不止一次 公然跟许心提分手 邻里暗里内涵 许心对他死缠烂打 金圈大佬都知 他是金圈大小姐 许心的新天宠 不看僧面看佛面 给了他许多便利 这次提分手 是齐妍拿下隐蔽 许心上台去给他颁奖 齐妍在镜头前 对许心千恩万谢 最后再次提分手 许心很伤心 他改了大小姐脾气 事事以齐妍为先 努力为齐妍的事业保驾护航 他想不通 为什么他还是要分手 许心伤心过度 寂静晕厌的时候 我穿过来了 我花了十秒钟 厘清了现在的状况 嘎嘎地笑出了声 这时候 许心的财富 勾搭上国民白月光临悠悠之后 火同凌家蚕食许家 许家无意信念 大哥锅铛入狱 小妹被骗去年北 许夫妻的心脏并发去世 许母服药自尽 扫把心转世 悲惨一声 落得真心 宿命逆转 许心死时 突然听到齐妍身上 响起了一道怪声 这才知道齐妍是扫把心转世 而自己是他盯上的改命之人 为了这么个狗东西 倾家荡产 家破人亡 晦气 看着齐妍错落的面容 我抹了把脸 将残留的泪水失去 今天正好借齐妍的领奖直播 招告天下 与她划清界限 我微笑地对着镜头开口 各位媒体朋友 今天请大家为我做个见证 我 许心 再次宣布 正式与齐妍分手 从此她走她的阳关道 我过我的独木桥 齐妍冷笑 好 希望你说到做到 我笑容艳艳 请拭目以待 我回到天语传媒 叫来助理整理齐妍的资料 可齐妍也没有给她爱情啊 新姐 齐妍已经解约了 助理小心翼翼地告诉我 大概是之前对齐妍太过深情 很多人不相信我分手的决心 我悠悠开口 她还挺有自知之明 大概是觉得自己拿了一个翅膀硬了 倒真的鼻气了一会 不过保不齐是为了以退为进 激发我的怜惜 可惜 我不是原来的许心 我雷厉风行地处理好了 齐妍的一切事情 与她做了完完全全的切割 次日 听到她签约我对家的消息 好啊 这是要跟我打类台赛是吧 不急 姐慢慢收拾你 现在 请允许我打开手机 看看银行卡余额 一个零 两个零 三个零 四个零 哇哇哇哇 我确定这拖天的富贵终于轮到我了 许昕你就放心吧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那个狗东西 我替你收拾 我正抱着手机乐呵 收到一道懂信 恭喜猩猩 恢复单身 手机号码没有来源 没有归属地 我只当是每个粉丝随意发的 当天晚上 我在PTV点了十个几品栏模 各个宽肩窄腰 八块腹肌 敬意系 狼狗系 奶狗系 高冷系 绅士系 英语尽有 富婆的快乐你想象不到 我喝得醉熏熏的出门 一只骨节分明的手掌 拉住了我的衣衫 姐姐 下次什么时候来 朦胧的视线里出现了一张少年英气的脸 哥 是最后来的那个男膜呀 我摸了摸她稀嫩的脸蛋 乖 姐姐下次来还点你 后来 我迷迷糊糊到了家门口 也不知道是谁送我回来的 放纵的感觉真好 连做梦都是香甜的 不过这样的后果是登顶热搜 大概是以往恋爱脑晚期的样子 并广大新时代女性为为不满 所以我这分手 找男模 竟收获了一大批迷媚 就连齐嫩的粉丝也对我刮目相看了起来 作为娱乐公司的老总兼演员 我都不称职 说是老总 却只有一个齐嫩火出圈 现在还分道扬镳了 说是演员 却只有客串的身影 可现在热搜上满屏都是我 我彻底火了 警号新姐 微无警号 警号新姐 觉醒了警号 警号新姐要起飞的警号 警号新姐你配上太妙警号 警号新姐你真给我们新时代的女性长连警号 警号早说齐嫩配不上我们新姐的警号 新姐 我呵呵笑了起来 以往大家可都暗戳戳的换我许田狗 下话线 我是幻觉了吗 微博粉丝一夜之间涨了几百万 一跃成为千万粉丝大V 全网粉丝达到3600万 数据还在持续增长 我在惊叹互联网速度的同时 更佩服商家的敏锐度 为了凑热度 电影剧本 电视剧剧本 各种综艺邀约 品牌代言不断地往我这里送 我暗暗心惊 这便是许心原本的气韵吧 怪不得被奇言盯上 为了回馈大家的喜爱 我开启了直播 一打开 便有几百万人涌进来 一个名叫 星星点灯的粉丝怒刷100个嘉年华 他全程持续只发一句话 庆祝姐姐恢复单身 手机一度卡壳 满屏跟风 姐姐我爱你 姐姐清新 第一次直观地感受到了粉丝的热情 在密密麻麻的礼物和调评中 我眼间的瞧见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评论 恭喜姐姐甩掉造把心 但是近期要注意安全哦 在我穿梭之前 对怪力乱神之说一向嗤之以鼻 可现在我深知世界有着超凡的存在 直播间的弹幕和评论太多 我再去看已经找不到是谁了 但是既然我来了 我定会好好守护许心的人生 下播之后 我约见了鼎鼎大名的表妹 静谜的茶室妹 我和表妹相对而作 若若 大表姐 若若 我这次来找你 是有事想向你咨询 我双手交叠妈撒着 虚言又止 面对表妹 我有些不好意思 因为园主之前看不起风水倒是 每次家族聚会中 两人见面时 许心都不拿正眼瞧她 她看出来我的迟疑和愁愁 主动开口 扫把心转世 不是你死就是她王 若若知她是扫把心转世 我诧异地看向她 她点点头 表姐也知道 不是吗 我相信表姐这次定能保护好自己和家人 这次 我的心一抖 看向她 她微笑地看着我 那黑钥匙般的眼眸 像是能通过层层阻碍 直达心魔深处 我被她看得心神不明 紧张不已 自她盯上你开始 就是一场生死较量 而不是简单的情感纠葛 扫把心有信徒 那些信徒给了她力量 而你肉体繁胎重靠天命 扫把心居然还有信徒 若若姐姐知道你会一些风水倒数 可有解决之法 她摇摇头 我只抓鬼 不管人 这是还得靠了解自己 了解有气韵加深 只要不是自己做死让出气韵 她就斗不过呢 为了防止对方后面 有高人耍阴招 我送几道服给你 见过表妹之后 我的心里明了了很多 只要我自己不缴席投降 对方也斗不过我的气韵 简单点说 就是我自己不做死就不会死 回来之后 我努力回想了 上一世的每一个关键节点 虽然齐言现在拿到了影帝 但业界对她并不认可 真正让齐言 受到全民爱戴的嘴点 是与许昕决裂之后 她搭上林悠悠 出演了明导的电影男主 讽刺的是 这个资源还是许昕为她争取来的 司机词 我赶紧拨通了导演古安的电话 与古安联系之后 我着手新人演员的选拔工作 我当即让助理 召集了公司之前 签的那些新人演员 看见练习是齐刷刷一片的新人演员 我惊呆了 我像个阅兵的手掌一样 一排一排看过去 咦 这人好帅 还有点眼熟 你叫什么名字 邓点 好 就你了 于是我点了邓点 随我一起去鼓岛的选拔现场 古安导演 有实力有资本 对电影电视剧的把痛 有绝对的权威 因此 她的新电影男女主 都需要经过视镜确定下来 但是 上一世 许昕为了帮助齐妍 用古安成名前的事威胁她 帮齐妍拿到了角色 也因此得罪了古安 受到业内反感和排斥 齐妍看见我带着邓点来试镜 吃笑出声 哈 天宇没人啊 毛都没长齐的 就带出来营业了 邓点这孩子可真诚的住气 对齐妍这么呛声 她也只是微微一笑 我勾唇 是啊 老辣肉可不实心了 你 齐妍气急 对比邓点 齐妍确实老辣肉了 试镜的时候 我才知道邓点 为何对齐妍不屑一顾 这个小孩 看着年龄不大 却有着深刻的洞察力 将历史人物刻画的厚重且真实 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连古安严厉也都是赏识 可齐妍的表现 就不尽如人意了 可谓坐实了 齐妍就是靠许心的潜规则 才能走到现在这个位置的传言 她借着原主的气运和资源 一步步登上顶峰 却在最后被刺了原主 试镜结束后 林悠悠跑上前来 许心 你是不是因为我才这样对齐妍 我停下脚步 看向她 一头露水 什么意思 她接着道 我知道你对齐妍的感情 也知道你这样做是为了弃齐妍 但我跟齐妍之间真的没什么 国安导演的电影 对齐妍来说很重要 上一世 她说到这里 我就已经在心里盘算 怎样为齐妍争取到这个机会 可现在 我似笑非笑的看着林悠悠 她刚刚不是试镜了吗 想要就自己努力去争取呗 可是 林悠悠有些难为情 现场谁不知道 齐妍刚才的表演一言难尽 我侧头看了看不远处的齐妍 原主到底是有多瞎呀 这么拙劣的手段都看不破 林悠悠在这里对齐妍冲锋陷阵 而齐妍吃资源的时候 就好像是被人抢破的 齐妍那么优秀 一定可以出演男主角的 听到我这样说 林悠悠的眸中亮起了星星 真的吗 我看着她 真诚地道 你要相信她呀 好好 她居然喜极而泣 而齐妍的嘴角 也勾起了一抹 不易察觉的弧度 按照他们对许欣的了解 大概这就是许欣以下的承诺吧 我勾起唇角 笑容灿烂 没别的事 我就先走了 再见 一转身 我的笑容变得更加油深 齐妍 你欠许欣的前世今生 我要你加倍偿还 两天后 国安导演的最新立作 敲定了演员阵容 邓点拿到了男主角 女主角也相应地 挑了与邓点 更为搭配的新人演员 齐妍这波 真是陪了夫人又折兵 晚上我带着邓点几个人吃饭 算是一个小小的庆灯宴 久到静兴时 我看到了齐妍那张 戳到天上的脸 我呵呵地笑 扫把心 齐妍文言 像是被人抓住了尾巴 她气急败坏 对我吼道 许欣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我指着她 继续呵呵呵地笑 我没有胡说八道啊 你就是扫把心 齐妍被当众如此羞辱 恼羞成怒 许欣 你犯得着这样吗 就因为我不爱你 你就处处针对我 抢走我的资源 我虽然微醺 意识还是清醒的 几个狗仔的相机 咔嚓咔嚓地响 真以为我是瞎得聋的 抢你的资源 当我许欣是吃醋的 几个狗仔就想逼我就犯 我眼睛一转 你怎么知道 我想抢你的资源 你手里的那个 男士护肤品的代言 跟邓点适配度很高 有个名导的电影男主角 怎么样也要有一个 配得上他新身份的代言吧 你这把年纪 都走硬汉路线了 留着护肤品代言 实在不合适 那个代言 可是我砸了好些资源 交换来的 次拿回来 那个真是便宜狗 齐妍眼里竟是错愕 他没料想到 我会这样说 偷鸡不成十八米 好半天 他才缓过神来 憋出一句 你不要试图 用这样的方式 来挽回我的心 我哈哈大笑起来 心 铁石般的心吗 一个老腊肉 我有弟弟不香吗 非要你 我一把扯过邓点 把第一口亲了上去 在座的人都有些错愕 邓点带着错愕表情的脸颊上 泛起了丝丝红韵 齐妍的脸黑成了碳灰 你 你不知廉耻 他甚至想要上前拉着我 邓点眉头一离 横背冷对的推开齐妍 我看你才是不知廉耻 你姐姐远点 出轨的男人 姐姐嫌脏 我简直要为邓点拍手叫好 这小屁孩还挺有男子气感 齐妍气的胸腔不断起伏 指着瞪点 你 造谣诽谤 等着收律师寒吧 齐妍话音刚落 李悠悠跑了进来 他先是对齐妍使了识眼色 然后一点菜色的来到我身边 许欣姐姐 我跟齐妍真的没什么 我举手打住 不要乱喊 我只有一个妹妹 李悠悠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 好似受了极大的委屈 他深呼吸一口气 像是豁出去一般 看向我 许欣 我本来不想告诉你的 突出令众人惊讶的话 我和齐妍是亲兄妹 我大脑飞速地运转 难道我没看到真正的结局 就匆匆穿书了 这突如其来的惊人语录 彻底吹散了我那几分微醺 认真思索起剧情来 李悠悠见我眉头紧皱 乘胜追击 所以许欣 你误会我和齐妍了 我没有办法验证这个事情 那本书现在不在我手里 我抬头看向齐妍 带着一点严肃 他说的都是真的吗 齐妍女唇 似是难以启齿 但没有否认 见齐妍不吭声 李悠悠比她更急 你倒是说啊 难道你要因为那点可怜的自尊 而错过心爱的女人 心爱的女人 我瞅瞅李悠悠 再瞅瞅齐妍 该不会是说的我 齐妍文言 点了点头 我母亲抛弃我和父亲之后 嫁给了悠悠的父亲 这是我倒是知道 齐妍以前告诉过许欣 当年齐妍的父亲 在乡村开了一个小厂子 也算是十里八乡的富贵人 但是好景不长 齐妍出生的那一年 场子倒闭 欠下许多债 齐妍的母亲不堪重负 抛弃父子俩远走他乡了 所以后来齐妍的母亲 还真棒上了一方富豪 林悠悠的父亲 可是即使是这样 齐妍和林悠悠也不该伤害许欣 我稳了稳心神 但你还是有错 还错得很离谱 你明明不喜欢我 为何还要和我在一起 消费我给你的喜欢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我说到喜欢二字时 齐妍的眼睛亮了亮 对不起 我没有不喜欢你 我只是 只是 只是什么 我只是想要堂堂正正的 站在你面前 我的毛子有着一瞬间的错愕 直觉告诉我 他说的是真的 但 他不是害死许欣的扫把心吗 突然间我有些迷茫了 忍下思绪 我默默拿出洛洛给我的真言符 我握住齐妍的手 你看着我的眼睛 回答我几个问题 齐妍点头 你和林悠悠是亲兄妹 是 你爱许欣 他拧着唇 由于片刻 回到 是 这下轮到我深呼吸了 真言符没有反应 齐妍 他真的爱许欣 你之前拒绝许欣的帮助 是真的想靠自己堂堂正正的 站在他面前 他回答的斩钉截铁 是 你将来会伤害许欣吗 永远不会 他的眼神是那样的坚定 没有丝毫犹豫 真言符表明他此刻说的都是真的 我愣愣地盯着齐妍 即使站在上帝视角 我好像也无法真正地看透他 或许此刻 他是真心的 但是真心瞬息万变 真心这东西最不可信 那你想跟许欣在一起吗 不想 前面问了那么多 本以为他会理所当然的更进一步 没想到 戛然而止 我皱着眉头审视着齐妍 他的眼神坚定 眉宇之间近视拒绝 他是真的喜欢许欣 但又不愿意跟许欣在一起 我心里有一百万的疑问 不自觉地问出了口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那你为何过来跟我理论 我只是希望你以后不要刻意针对我 我 我还想说什么 身边的邓点却事实上前 心解释正当的商业竞争 并没有对你使绊子 你没有被古蹈选上 应该找找自己的原因 不差点就被齐妍带偏了 这件事 我不过是没有为他利用特权和资源而已 终究还是他自己 既不如人丢掉的角色 我给邓点大大的点了一个赞 小伙子不错哦 邓点害羞地挠了挠头 齐妍的脸色黑的都要低沫了 齐妍 如你所说 你想要堂堂正正地站在我面前 那就拿出实力去争取 而不是到我这里来胡乱指责别人 打磨演技才是真 你确定没有动用任何手段打压我 齐妍的双眸定定地看着我 我确实对你很不爽 但在这件事情上 我根本无需动用任何手段 你说的是既不如人 林悠悠有些不服气 他张嘴 还想说什么 被齐妍制止了 齐妍面露愧色 低下毛子 滴滴地说了一声 对不起 打扰了 而后拉着林悠悠离胎 我看着二人的背影 若有所思 我明明记得有一个剧情 是许心捉奸在床 他们怎么会是亲兄妹呢 看来这事还需要查一查 姐姐姐 轻轻地叫唤声 拉回了我犹豫的思绪 她小肉般的毛子 紧紧地锁着我的脸 观察着我的表情 姐姐 你真的是对齐妍前辈 欲擒故纵吗 这小表情分离有些委屈 我扑斥一下笑出声来 想什么呢 你心结我难道不是匹好马 闻一言 瞪点好看的眉头 慢慢舒展开来 露出温柔可人的笑容 不吃回头草是一回事 弄清楚事实又是另一回事 看书的时候 没有看完就气得心梗穿了书 现在看来 还有很多谜题需要去解答 我回到家 她联系了圈外有名的私家侦探 委托她们帮我调查林优优和齐妍 以及与她们相关的人合适 做好这一切 我来到客厅 小妹 许愿捅着手机咯咯咯地笑 姐 许愿抬眸看了我一眼 又低下头看手机 着迷得很 想到书中许愿的结局 我眸子按了按 我到许愿的身边坐下 撞了撞她的胳膊 跟谁聊天啊 这么开心 来跟姐姐分享分享 让姐姐也开心一下 文言 许愿立马捂住了手机 姐 这是男女朋友之间的情趣 可不信给你看的 哦 我拖场了尾音 咱们许小妹这是谈恋爱了 许愿这才发觉自己说漏嘴了 立马闭紧了嘴巴 想要把我妹妹骗去棉北 哼 管你是谁 欲神杀神 欲佛杀佛 一日 京城二中的校门口 我特意选了一辆平日里 不怎么开出门的车 戴着墨镜 隐藏在车里面 我看着许愿风风火火地 从校门口跑出来 跳到门口的一个男生身上挂着 如果这个男生不是心怀不轨 或许我真的会放任他们交往 毕竟小妹现在脸上洋溢的笑容 是那样的幸福 可是 就是今天 她会实施把我妹妹骗去棉北的计划 我压抑着内心 想要把对方碎尸万段的冲动 捏着包带的手紧紧的攥住 冷然开口 看清楚了人了吗 深色的黑衣男 眼睛一眨不眨的盯着许愿身边的那个男的 许小姐 看清楚了 我薄纯清奇 语气如冰 按照计划实施 把我妹妹安全地带回来 是 一定不负期望 紧紧打乱他们的计划 就回妹妹 不能抵消我心里的愤恨 虽然妹妹在书中的结局 寥寥几笔就概括了 但是棉北那种人间地狱 难以想象 我可怜的妹妹 我一定要那些伤害你的人都付出代价 我们在国内发起舆论 近几天热搜的新闻 都是高中生被骗去棉北 我的人保护着许愿的同时 棉北方也承受着最大压力 棉北园区的保护伞 害怕国内采取措施 一路保护着许愿 最后愤恨之下 将骗我妹妹去棉北的男人关了起来 冲入猪仔队伍 我妹妹失魂落魄地回到家里 我无声地安慰 有些事情 需要她自己去经历去体会 解决了妹妹的事 我转身去处理工作的事 九七言 于尊将贵 去了古岛的电影里面饰演男二号 林悠悠接了女二 邓点告诉我 二人在剧组里面你浓我浓 如交似漆 若不是有报道出来 证实了齐言和林悠悠的兄妹关系 恐怕大家都会认为他们是情侣 我今天去探班邓点 正巧碰上邓点和林悠悠的对手戏 也不知是不是林悠悠这场戏比较忧伤的缘故 我看她的状态一点都不好 这场戏下来 我和邓点在休息室 讨论着这部戏结束后的发展路径 齐言和林悠悠闯了进来 齐言的表情里面蕴藏着急切 欣欣 有件事想请求你的帮助 我挑眉 能让齐言主动开口的事 倒是很难得 又逆了一眼二人食指紧扣的手 哄刺至极 确实如传言一般 这二人的关系怎么看都不像一般的兄妹 我瞅了一眼跟在他后面 一脸担忧的林悠悠 好整以霞的开口 什么是 说来听听 悠悠的表弟被人骗去了棉北 想要你帮忙救出来 文言 我的眼神冷漠了几分 书中只说了小妹被骗去棉北的事情 与齐言有关 但具体是如何操作 如何得逞谁人所为 我是一代不知 没有任何亲人朋友 被骗去了棉北 应该找警方报警了 我何都何能 能找回一个被骗去棉北的人 我的话音刚落 齐言还未来得及开口 林悠悠先坐不住了 他上前两步 许欣 你可以 你的大哥许破在东南亚 扩展了很广的事业版图 就算是棉北人去的大佬 也得让他三分剥灭 文言 我眼神一灵 这个林悠悠 好厉害 我都没有关注哥哥的事业 他居然知道哥哥的事业版图 难怪 齐言搭上林悠悠之后 能够对付许佳 感情这背后的高手 一直都是林悠悠 在书中 许欣只是把林悠悠当作情敌 完全没有想到 林悠悠的头脑如此中用 毫无防备的许佳 被阴的家破人亡 好啊 看来 我要好好损失一下 这个林悠悠了 我皮笑若不笑 语气中夹杂着丝丝良意 林小姐对许佳的事情倒是清楚 林悠悠一愣 轮眉之间浮现一抹懊恼之色 他如白莲花一般的失落到 许佳家家大业大 这些事情大家都知道的 哦 我这个许佳人倒是不称职了 尽一无所知 这话说出来就很打脸了 我许佳内部的人都不知道 林悠悠这个外人 倒是知道的一清二楚 这很难不让人怀疑他的知心 求求你 新姐 救救我表弟吧 他满脸委屈 好似我不答应 就是在做什么伤圈害理的事情 见我不吭声 双眸凝视着他 他一咬牙 双腿屈膝 偶然跪在地上 T四横流 新姐 求求你 求求你了 我给你磕头了 我表弟无父无母 只剩他一根毒苗 求求你可怜可怜他吧 他做事要磕头 齐妍连忙把他扶起来 许欣 你什么时候这么冷血了 我冷然的视线 从林悠悠那心心作态的脸上 转到齐妍对我怒怒而视的脸上 呵 我冷笑一声 亏我还一直在寻找齐妍 可能没有坑害许欣的证据 这副嘴脸一出来 根本不用怀疑了 毫无疑问 齐妍会因为林悠悠而伤害许欣 无论林悠悠的位置 是女朋友还是妹妹 可笑 我跟你有关系吗 我跟林悠悠有关系吗 你们凭什么觉得一句话 就能让我出钱出力 还玩到的绑架这一套 对不起 我不吃这一套 我的一顿输出 把齐妍和林悠悠弄得目动口哉 反应过来 他们脸上又一顿尴尬 我直接下逐客令 你们走吧 林悠悠不甘心 但还是被齐妍压着出门 等一下 我的声音在背后响起 二人身子一顿 我导弄着星座的手指甲 漫不经心地问 你表弟叫什么名字 李寻 我拨动指甲的手指一僵 眸光直射林悠悠 我重复 叫什么 李寻 我宁谋审视着林悠悠的眼睛 可惜了 什么都看不出 若不是真的无辜 就是眼计无敌 我歪勾着唇 很好 李寻是吧 我记住了 林悠悠连忙弯腰鞠躬道谢 谢谢新姐 谢谢新姐 我摆摆手 让他们离去 李寻 就是这个人 把我妹妹骗去了棉北 天堂有路 你不走 地义无能自来投 叫我去就拐卖我妹妹的人 林悠悠你可真行 事情的谜底 一点一点的在揭开 无论如何 我都要保护好大哥和小妹 我输了一口气 抬眸 看见一双小鹿般 湿漉漉的心心眼 瞪点一脸崇拜 给看着我 新姐 你越来越霸气了 她双手立着大拇指 为我点赞 我会心一笑 许欣这种手持气韵 万贯家财 生活幸福的人 本就该拿着爽文大女主剧本 不该沦落到书中的悲惨结局 我回到公司 来回夺步 我不信林悠悠不知道 说我把李寻弄到棉北的 所以她是知道这点 故意来求我把李寻救出来 但这不就暴露李寻想要拐卖 我妹妹的事情与她有关了 前面好像很多谜团 暂时找不到一个解题出口 我连忙去电给大哥 不过不是为了救李寻 五天后 棉北的新闻又开始战至热搜 网络上爆出某男子 在棉北被电击 关水牢 打断腿 残了 被送去公海医疗船的视频 视频的字后是被染得鲜血的 白布盖着的画面 下午下班的时候 我被齐妍和林悠悠兰在停车场 林悠悠歇斯底里的朝我怒吼 是你 是你对不对 许昕 你这个杀人犯 他现在活像只疯狗 在我面前张牙舞爪 要不是齐妍拉着他 恐怕早已经跟我打了起来 我勾了勾唇 语调轻松 这话说的 我可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我连连死一只蚂蚁都不改 何况杀人 你可别在这里血口喷人 齐妍也一脸怒容的看着我 许昕 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 明明你哥可以救下李循 为何不去救 她的语气中 透着浓浓的失望和指责 我怂怂间 岂不是我哥没有能力救人 就算有 凭什么救 事情已经发生了 还是接受现实吧 此时的林悠悠 没有一点优雅端庄 连柔若白莲花也不装了 她的漆黑的眼眸 就像骨蛇一般死死的盯着我 怨念极深 引得我打了一个寒颤 我凉嗖嗖的看了她一眼 驱车离去 自那天晚上 林悠悠来闹过之后 这几天一直心神不宁 我有预感齐妍和林悠悠在憋着大招 我从办公室俯看着街道充缩的人群 助理突然急匆匆的闯了进来 新姐 不好了 出事了 我感到现场的时候 邓点已经被送去医院 医生为难的看着我 可能会成为植物人 邓点的执行经纪人 在旁边哭得稀里哗啦 医生走后 我询问经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新姐 肯定是奇岩害的 那场戏本是奇岩要高空坠落 后来奇岩建议改剧本 临时换成了邓点 邓点的保护设备都是用了奇岩的 我抿着唇 难以想象 如果这是真的 但奇岩真的是罪无可恕 经纪人还说邓点本来是拒绝的 但林悠悠在旁边刺激她 说她没有实力 她不想让我失望 所以落进了他们的圈套 新姐 邓点一直都将你视为偶像 你跟奇岩分手的时候 他开心的像个傻子 用小号在你的直播狂刷礼物 还专程去酒吧找你 送你回家 难怪我一直觉得邓点很熟悉 原来他就是最后进来的那个男模 最后还送我回了家 那个星星点灯就是他吧 我安慰哭唧唧的经纪人 好了 别哭了 这件事我会调查清楚 几乎在邓点出事的同时 谷案导演的戏把男女主 换成了奇岩和林悠悠 我生气地找到谷案 她的态度非常坚决地 维护奇岩和林悠悠 紧接着 我正在帮邓点接触的商业代言 全都官宣了奇岩 我坐在传语上 谋色幽深地盯着屏幕上 喜笑颜开的奇岩和林悠悠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电话铃声响起 一道尖锐的女生刺透我的耳膜 许心 我会让你付出代价 我皱了皱眉 稍稍拿开 看了一眼没有来电显示的号码 隔着手机屏幕 都能感受到声音主人的凶狠 怎么 不装了 林悠悠 那边响起巫婆般的笑声 哈哈哈哈 许心 你隔一不了几时 嘟嘟嘟嘟嘟 我正想开口 通话却被那边骤然切断 莫名其妙 不过我得打电话给大哥提醒 给大哥打完电话的同时 接到了医院的电话 正准备出发去医院 电话铃声又响了起来 我拿起来一看 又是一串没有来电显示的号码 我琢磨着多半又是林悠悠 或是奇岩在搞鬼 于是直接按到电话去了医院 到病房的时候 邓点已经睁开了眼睛 我的心意瞬间得到了安慰 邓点 你醒了 这几天全是遭心事 唯独邓点醒了这件事 能算得上有点开心 可是我连着叫唤了邓点 好几声他都没有反应 眼神呆滞 毫无生气 像是木偶 我转身之际 听到了轻轻的一声 心结 回头邓点正看着我 我连忙上前查看 不知是不是错觉 邓点的眼神极其空洞 像是没有思想的玩偶 他口中机械的 呢喃着我的名字 他的脸颊飞红 像是发烧了 我伸手去摸了摸他的额头 几乎同时 我被一股力道吸了过去 忍耻不住的向前倾倒 我大叫一声 在踢进邓点的时候 被弹了开来 我连连后退 胸口的吊坠 隐隐发热 我一摸 是表妹给我的护身符 看来这符刚才是帮我挡了一截 这时候 邓点机械的坐起身 我惊魂不定的看着病床上 如皮线落我的邓点 陷入了恐慌 转身出门 降门关紧 此刻电话铃声也响了起来 我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般 立马接听 喂 表姐 我今天给你堵了一挂 大兄 出门一定带好我给你的福转 原来在公司里 邓掉的电话是表妹打来的 我摸着胸口的护身符 幸好 幸好 若若 我们公司的男艺人邓点 此刻有点不正常 我透过门上得到玻璃 看到邓点朝门边走过来 紧张到手脚发抖 表姐 你听我说 按照若若的指示 我打开了房门 看着朝我走过来的邓点 摸出了一张驱邪符 往她的身上一扔 砰 一道金光闪现 邓点整个人像是被定住一般 愣愣地站在原地 月末一分钟 晕倒在地 从医院里走出来 我琢磨着 齐言和林悠悠一定使用了什么阴招 幸好有若若的福转 否则书中的结局 说不定又要在我的身上上 路过中央大街的时候 看见大屏幕上插播的重大新闻 著名企业家 许阔疑似参与走私毒品 被警方带走 许阔吸毒 许是参与洗钱 看着被警方带走的父亲和哥哥 我握着方向盘的手紧了紧 几乎同一时间 林悠悠的电话打了进来 许昕 尝到了亲人被害的滋味了吗 你现在能睡得好觉吗 啊哈哈哈哈 许昕现在的状态非常疯癫 我冷笑出声 林悠悠 你的信徒们还真是虔诚啊 我一直在想 为何你要凑上来跟我作对 哪哪都无你的身影 原来 竟是你想要我的气韵 可惜了 这次无论如何 你都不会如任 刚才表妹的电话中 提到扫法星是个女的 原来我的打击 报复对象一直错了 林悠悠才是那个 借刀杀人的罪魁祸首 哼 我看你能嘴硬到几时 等着家破人亡吧 林悠悠似乎已经 笃定这局她赢了 可惜 这个世界的事情 怎能动入她的热闹 爆炸性的新闻 一个一个接踵而来 我请了私家侦探 也查到了林家的明星 我打开邮件 看到里面的内容 勾起了唇角 于是第二天 林悠悠在百花奖的 领奖台上 说着感谢词的时候 全网封传她的XI视频 各种互联网社交平台 和社区对林悠悠 进行口注抵罚 警号兄妹乱X警号 警号奇言和林悠悠XI视频警号 警号育女实则育女警号 警号毁三观警号 警号 警号 气色谩骂林悠悠的言论 百花奖的主办方 见此情形 尴尬头痛不已 天天正主林悠悠 好像还不知道这是 不过舆论及少将炮火 对准齐言 这个社会历来 对女性的要求高于男性 镜头前 林悠悠的助理 在她耳边耳语几句 她脸色大变 匆匆离场 我现在都已经预料到 林悠悠颁奖女之后的 大发雷霆 一时间 齐言和林悠悠的电视剧 陆续下架 代言纷纷要求赔款 我来到许氏集团 根据私家侦探给的资料 进行了大盘查 果然发现了那鬼 同时 我将林家洗钱的证据 交给相关部门 很快 林氏的骨架暴跌 林悠悠的父亲 还被爆出有恋同体 X月男同女同 涉及的孩童巨多 随着这世的曝光 几十家受害者站了出来 里面还有好几个 被林悠致死的孩童家属 一时间 林家的骨架跌至谷底 舆论掀起讨伐浪潮 最终 林悠悠的父亲 被关进了警局 从天上掉到地下 在监狱自禁 而林悠悠被查出 偷税漏税数额高达5亿 阴阳合同的新闻 也被爆了出来 做好这一切 我来到警察局 一边查看骨架波动情况 一边查看齐言 和林悠悠的危机公关工作 做得如何 猫捉老鼠的游戏真好玩 一阵警报声响起 抬眸 见几辆警车停在警局门口 林悠悠被带进了警局 冤家路窄说的就是这把 人远的 我和林悠悠四目相对 她看见我 目自欲裂 正脱开警察的压界 朝我跑过来 她声嘶力竭的大吼 把手伸进车窗 抓到我的头发 是你 是你 许欣 你不得好死 我灵巧地躲开 扯过她的衣领 勾唇 在她耳边滴雨 林悠悠 你斗不过我的 嫂 八 星 听到这里 她瞳孔俱阵 你究竟是谁 我是许欣啊 林悠悠眼神瞬间阴狠起来 伸手掐我的脖子 我反手握住了她的手 将她掐在车窗上 警察连忙赶来 带走了许欣 我看了一下时间 继续等待 等了十分钟左右 头发花白的父亲和精神 还算可以的哥哥 从警局出来 我立马回首示意 父亲 哥哥 这里 回家的路上 我问哥哥 哥 你为何信我 因为你是我妹妹 当时我有预感 林悠悠可能会动哥哥 在东南夜的事业 极力要求哥哥 对近期的交易 进行严加看管 特别是要杜绝毒品 哥哥真的照做了 而我也提醒了父亲 进来做生意的时候 要加强对方的征信 和资产情况的调查 并且要注意经手的签字 所以这次算是有惊无险 许欣 我替你保护好了你的父母 让真正的坏人 得到了惩罚 这一世的许欣 可以活得相当自在 除了一点 表妹说 许欣一员工薄弱 这辈子大代率 要孤独终老 呵呵 这有什么呢 没有属入我的一棵树 但我可以有大片森林啊 况且 有父母有兄妹 还有自己热爱的事业 我一点也不孤单 这些风波平息之后 我偶然看到一家书店 就像是有着神秘的质疑一般 我鬼使神差的进了那家书店 我看到了穿书前 看的那本书 致命扫把星 翻到了许欣惨死之后的番外 原来竟是这样 一开始林悠悠就盯上了许欣的气韵 但是扫把星本来就是被贬下凡的 若直接夺走他人气韵 恐会适得其反 因此 他选定了一个枪手 那就是奇言 通过奇言蚕食许欣的气韵 可以做到神不知鬼不觉 但有个前提 许欣必须爱上奇言 原书中 许欣爱上了奇言 因而被夺走了一切 而我的道来打破了这一切 因此 林悠悠又安排了邓点这个枪手 所以邓点也是坏人 她的角色与上辈子的奇言一样 只不过 我不是许欣 我没有那么容易爱上一个人 林悠悠真正的相好是李寻 这也是为什么李寻死了之后 林悠悠性情大变 并改变了徐徐徒之的计谋 转而快准很全方位的 打击许家的事业版图 可惜了 意识之魂终究不是原主 林悠悠的计谋终究要落空 从犯外中我了解到 奇言是真的爱许欣 只不过两人有人无分 林悠悠不是奇言的妹妹 奇言真正的妹妹 被关在林家受虐待 而奇言要分手 是因为被林悠悠设计上了床 自觉对不起 也配不上纯洁的许欣 林悠悠要加害许欣的时候 两人发生了剧烈争吵 情急之下 林悠悠对奇言进行了催眠 等奇言再次清醒的时候 许欣已经全身冰冷的 躺在了床上 半年后 我去做一工 竟然遇到了奇言 当初我把那些事实发给了奇言 他也自觉羞愧 并未来找我 还火速退了圈 再次见面 竟然在精神病院 他的母亲受不了打击 精神失常了 我很抱歉 他的母亲不在我的打击范围内 这算是误伤 奇言温温的笑笑 摇了摇头 这不怪你 我觉得有些尴尬 只得只等着我的人 我还有事 先走了 转身的时候 他叫住了我 许欣 我侧头看着他 怎么了 他的表情中充满了哀伤 脸眶红红的 眼泪在不停打转 上一时 对不起 我的眸中闪过片刻的诧异 随即释怀的笑笑 回头的那一刻 我看见他掉落了一滴泪 我输了一口气 大不留心的离去 或许他对许欣是相爱的 或许其中有很多误会 或许是命运捉弄人 但曾经那些伤害也是既定的 无法磨灭 他们终究是情深远浅 天涯末路 书看到一半就心梗 不可取 不到结局的那一刻 永远不知道故事的真正走向 也有些故事看似结尾了 却不一定是真正的结局 人生不到盖棺定论的那一刻 永远未知 永远朝前看 永远有惊喜